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介绍了社区 总统的公众 孩子们在学校 到那种血泥鱼 大家都会在爱上 你看过会走路的鲨鱼吗 这只小小的鲨鱼叫做剑章鲨 有成斑点肠胃虚鲨 成年尸体长约90公分 剑章鲨主要生活在 巴布亚 牛几内亚 和澳洲北部海域 普遍出没于珊瑚礁的潜水袋 最大的特色 是能够在抵养的环境中 靠着关闭大脑飞主要功能 減缓呼吸和心跳速度 得以存活更长时间 同时它还用鱼鳍步行 寻找猎物 也被称为行走的鲨鱼 打破一般人对鲨鱼凶猛的印象 它不太硬 它不太硬 它不太刺激 但它非常硬 它可以承受的 澳洲昆士兰一间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正在培育金章鲨 并将软翘在不同温度 与不同酸度之下孵化 来测试环境差异 对鲨鱼宝宝的影响 我们知道 有很多高温的温度 温量气候变迁变化 也成为了科学家研究气候变迁 与大宝礁生态健康的指标物种 好 事情是这样啊 我今天在小煮的时候 哇 香香快乐 闷头 啊 这 哇真的是很高充的 可有多少钱 这个是人 我本来很逗头 女人现在说在其人 没办法没有想通过 我说不过切 我确实会上讲了 那都看不清楚 真的是有多少 事情是这样啊 我今天在小煮的时候 哇 香香快乐 闷头 啊 这 哇 真的是很高充的 可有多少钱 有味道很高興 我本來說三四家應該差不多了 這就覺得好 我本來很倒楣 阿娘我真的想在前面 我跟我異想騎車 車在前面要撞過 一隻都跟車伯爬這裡 看起來是真的 才軟空弄就是 我跟車伯爬這裡面有很多 我跟車伯爬這裡面有很多 因為這堂目是在車伯爬上 車伯爬不亮 真的是有夠真理 我跟車伯爬差不多了 車伯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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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主機 車伯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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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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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林群日前到印尼哥伦塔罗的金沙生态区潜水 没想到遇到一只金沙,在游泳过程中非常不自在 林群表示,当时在水里待了蛮长一段时间 看到金沙,突然惊动,快速游走 当下直觉怪怪的,仔细一看才发现 金沙被飘荡在海中的钓鱼线弄痛 陷的一点重量加上水中摩擦力 当金沙游过时感觉到钓鱼线像利刃一样 划过他的身体或者至少令他不舒服 如果鱼线很长,在海底的水中摩擦力就会更大 这样很可能造成划伤 所以林群随即开始出手救援 由于无法用手直接拉断 他直接脱下呼吸器,用牙齿咬断钓鱼线 并顺手将钓鱼线收好 避免有下一只动物遇到相同情况 经过这件事,林群也感慨地说 是幸运蛋也很感慨 风筝线在路上会杀人 钓鱼线和海生不断地在伤害无辜的蓝鲸 金沙、海龟 同时也提醒大家 不要恶意丢弃垃圾及鱼具垃圾 哎,每天最爱人要穿多一点哦 不然海盆会吃饭了 海盆你只要感到有害怕的感觉 他就会感受到 假装踏实就知道了 人家真的很害怕 他就会过去弄你,然后会堵你 我不想你 然后,去追完回来 我以为家有那么近 他看我,我看他诶 我以为他跟我拚 诶,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人家有看多一点 人家有信犯 在街上,人家有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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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